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讀書那時主修統計學 畢業後希望可以學而致用 於是加入政府統計署做合約統計助理 後來還成功考到二級統計主任職位 到現在已經三年了 統計主任的工作給了我很多機會 接觸不同的數據 真是令我大開眼界 我們統計主任的主要職責 是協助編制與社會民生 和經濟有關的統計數字 例如消費物格指數、失業率等 又會協助分析有關的數字 這些工作其實和市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所以我覺得統計主任這份工作非常有意義 我們在統計處的日常工作 會涉及不同的統計程序 例如協助設計問卷和統計表格 抽選統計調查的樣本 就受訪者填補的資料進行審核、編碼和數據處理 以及利用統計方法編制和分析統計數字 不僅如此 我們有時還需要利用統計分析軟件 編寫電腦應用程式 對搜集回來的數據進行統計運選 有時也會運用電腦軟件編制統計圖表 市民在統計署網站找到的統計產品 例如報告和統計表都是我們準備的 除了處理數據和編制統計圖表外 有些組別的同事也會協助做推廣統計認知的工作 例如安排學生參觀部門 舉辦統計講座 在書展設立展覽攤位 出版有關統計知識的教育小冊子 和發佈文章 我們還會涉獵很多不同的工作範疇 有機會被調派到決責局和其他政府部門的統計做工作 例如教育局、衛生署、社會福利署等 協助編制和分析相關的統計數字 部門非常重視員工培訓 為不同職系和經驗的同事 制定一套有系統的培訓和發展計劃 令我們可以不斷提升相關的知識和技能 不但可以提升我們的工作表現 亦有助部門運作更有效率 是的 例如我最近參加了一個由部門舉辦的數據保安研討會 我覺得除了可以掌握數據保安的最新資訊 提升我對數據保安的了解和認知外 還加強了自己在日常生活的資訊安全意識 累積了足夠的經驗 加上工作表現優良 二級統計主任有機會晉升為一級統計主任 之後還有機會晉升為高級統計主任 二級統計主任除了對統計學要有一定的認識之外 我覺得最重要的條件 是要對社會民生和經濟議題有興趣 因為我們做的工作 大部分都是跟社會民生和經濟息息相關 在日常工作中 我們要時刻保持思維清晰 處事謹慎 對統計數字的概念 要有充足的理解 對數字的變化要有敏銳的觸覺 這樣才可以編制準確的統計數字 還有 我們平時會和其他職系的同事 一起合作做事 例如愛琴同事和資訊科技同事 所以團隊精神都很重要 另外 我們對自己的誠信要求很高 由於我們有機會接觸到一些個別人士和公司的資料 或者一些尚未公佈的統計數據 我們絕對不可以向未獲授權人士透露任何機密資料 我們有機會接觸到 曾經有位學生打電話來 說要教一份應用官方統計數字做分析的功課 我向這位同學介紹部門編制的經濟統計數字 後來他利用有關數字寫了一份關於本地經濟情況的報告 事後他還發了一封感謝電郵給我 這件事令我更加體會到 統計數字絕對不只是一堆數字 更加是分析社會和經濟現象的重要工具 有一次我接過一個外國機構打來的電話查詢 對方要求一些香港的統計資料來進行分析研究 於是我很有耐性地解釋怎樣在部門網站 找他想要的統計數字 原來我們努力編制的數字 不單止對香港市民有用 世界各地的人都一樣會重視和應用的 我希望可以在不同的工作崗位累積經驗 不斷學習和進步 以及提升自己對統計數據的分析能力 我就想透過統計數據 了解更多社會各種情況 以及向社會各界人士推廣統計認知 當然作為二級統計主任 我們更加希望透過提供及時和優質的統計數字 協助政府制定有利民生、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政策 幫助私營機構作出商業決策 以及協助市民掌握香港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最新情況 想投身統計工作的你 想服務社會的你 我們很需要你的加入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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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